好 那我們把麥克風交給張震 幫張震拿一下獎座 恭喜張震獲得第58屆金馬獎最佳男主角 剛才張震致辭的時候才突然想起 張震入行30年了 對啊 30年 不領接少年殺人事件到現在 我第一次來金馬獎的時候 那年李安也有來 對對對 他拿了一個特別獎 張國榮 我爸 對 藍雄 對 四個 對對對 那你剛才上台講說你沒有準備 完全沒有準備 你護身這麼高欸 真的嗎 對啊 因為那戲拍了有點久了 對 我最近是去國外拍片的 那如果我們先要你回想拍這個七魂的時候 其實最辛苦或是最大的難關的話 你還想得起來嗎 呃 表演上我自己覺得這一次的表演 基本上對我來講不是太困難 原因是 因為我們在拍攝之前很 大概有半年的時間都跟韋浩導演 一直還有我們的編劇百論 我們一直有在過劇本 還有張俊甯 我們四個人一起過了很多次的劇本 然後我們討論了非常長的時間 然後也有非常充裕的時間 準備我的瘦身計畫 大概有三個月 那整個過程裡面我覺得就是跟導演磨合得非常足夠 所以基本上大家有一個非常好的默契 所以我這一次在七魂裡面的表演 我自己覺得是比較放鬆的 對我現階段的演員生涯裡面 我覺得是比較不一樣的一個狀態 那自己在一個比較自在的狀態裡面表演 我覺得是挺好的 是蠻好的 然後我也很享受在這一次七魂裡面的表演 當然工作人員很重要 這一次的七魂的工作人員 人員很多 然後負責的專業很不一樣 像我這一次梁文超檢察官的角色 有很多瘦身的部分 其實要做很多的特效化妝 當然我自己有瘦 可是不是大家看到的那個樣子 還是需要有一些特效化妝 繼續往上的追加 包括他吊髮的部分 然後把這樣子比較真實的 病態的狀態可以呈現給觀眾朋友看 那七魂這個電影對我來講 也是蠻特別 因為它是帶一點科幻色彩的類型片 這樣的類型片 對我來講 演員其實只是一個工具 最重要的是導演 導演駕馭的好 這個電影才好看 觀眾才能進入 進入他要講的故事裡面 那我覺得我只是 就是有盡力去做 這個檢察官的角色 剛才張正講得非常好 就提到說其實 為了這個角色瘦身 其實演員工作裡面 其實該有的一部分 不應該把它視為其實是演技 可是在這個作品裡面 當瘦身憔悴之後 你其實還是要表達 表現出來 比方在生命終結前的 這種奮力一搏 對道德就是抉擇上面的困難 對這個妻子家庭的愛 這個東西就不是瘦身 可以表現得出來的 這個部分反而是評審看到 已經非常精湛 非常成熟的地方 可以跟我們聊聊你在 準備這個角色的時候 怎麼去詮釋這個檢察官嗎 我覺得現在這個年紀去 對很多人生上面的經歷 我覺得是比較足夠的 包括自己的閱讀 包括自己的經歷 我覺得在某些事情上面 你會開始有一種新的體悟 包括生死 那這個電影 氣魂這個電影 主要這個 兩萬超檢察官這種狀態 其實是導演他自己 父親的一個 一個 癌磨的一個過程 那我跟導演有做了很多的溝通 那我有自己去觀察 我的生病的朋友 他現在已經過世 然後我是有透過我自己 跟他相處的一些記憶 去找到一些 比較是外在上面的一些 一些 形態上面的一些狀態 那心理的部分 我覺得情感都是通的 主要這個戲 還是講人跟人之間的愛 那這個東西是通的 那我覺得有外在的 肢體上面的輔助 然後讓我可以很容易的 進入這個角色 讓我可以在演繹這個角色的時候 更如魚得水 對 好 現場的媒體 還有什麼要補問的 沒有話我要先把張正 稍微送走 然後待會我們會再請營地引候 就是合照 好 謝謝 恭喜張正獲得第五十八屆金馬獎 最佳男主角